接下来看欧战的战场 我们从很多角度来观察欧战超过了一年 今天要看的是乌克兰 他现在所面对的一个粮食危机 这跟抗敌所埋的地雷有关 天气变暖 乌克兰的战事出现了一个改变 乌军的指挥官说 俄罗斯的佣兵战力日渐衰退 乌军即将在巴赫姆特展开反攻 而今年春天 乌克兰的农夫播种却相当的艰难 因为他们的农田里面 满满是两军交战 留下来的卫包弹和地雷 在这种情况下 排雷工作进度非常缓慢 在一整年 乌克兰已经因为战争是零收成 如果今年农民再没有办法顺利播种的话 这个世界的重要粮仓 恐怕收成会难产 也会进一步推升全球的粮价 乌克兰总统两天内 第三次前往乌战首当其冲的地区视察 承诺要重建战区 回到俄罗斯入侵前的原本面貌 但是承诺要落实非常困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23号现身去年底收复的南部 赫尔松地区 视察地方基础建设 承诺将重建俄罗斯入侵前的一切 这是泽伦斯基两天内第三次前往乌战首当其冲的地区 周三视察乌东前线城市巴赫姆特附近 也去了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随着天气转好 双方都可能发动新攻势 处于首饰好几个月的乌克兰军 在俄罗斯佣兵瓦格纳日渐失去力量和动力下 透露很快将展开反攻 不过泽伦斯基警告 如果欧洲不加快供应武器脚步 战争恐脱上好几年 如果欧洲会承诺 贼能够断 变成组 和充断在年纪 年纪 在你的力量 不准备这些 在我们与你共同的力量 禁止乌克兰 从俄罗斯和俄罗斯 已经这一年 春天不只代表战事将冻起来 乌克兰广大的农田 也要开始准备播种 但这个原本的世界粮仓 即便军队离开 土地却已变得坑坑巴巴 许多地方更埋着 未爆弹火地雷 我们这里有更多 防弃码码码 你可以看到 一 二 三 四 五 防弃码码码 正在路上 他都会把这些码码码码码 他说 我把他们拿到農场 然后放在这里 这名69岁的农夫说 他原本希望赶在春天前播种 但现在没办法 因为他的田里布满地雷 一部分就是靠他手中 这支金属探测器找到 然后自己徒手挖起来 乌军估计 乌克兰近三分之一国土都遭到爆炸 装置污染 但清除这些是缓慢又危险的工作 且战争还在打 每天都在农村留下新的炸药 每周都有农人像这名男子一样 在田地耕作时遭严重炸伤 不少农夫去年一整年 因俄罗斯入侵 收成挂邻 战争也摧毁了他们的办公室 桶仓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农具 战争疑惑不止农作 俄罗斯甚至强行带走乌克兰儿童 在南部前线城市哈尔松 这间孤儿院原本住着40多名孩童 大多是5岁以下 但现在只剩空荡荡的小床 这个让乌克兰人心碎的战争最长景 却被俄罗斯官方当成宣传影片 宣称是人道措施 去年10月把孩子们 待到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或俄国境内 不止孤儿院连医院也遭二方锁定 这些医护人员于是冒险 把孤儿藏在家户病房 未造病例 谎称健康的孩子病重 有护理师甚至领养其中一名孤儿 为的就是守住这些乌克兰的孩子们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 欧盟将协助找回被送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孩童 目前约16200人 当中只有300人回到乌克兰 国际刑事法院因此对俄罗斯总统普清发出逮捕令 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则放话 任何国家试图逮捕普清 都将形同对俄宣战 TV新闻众口报道